刚才心脏上次痛 看到那个肺蝶 肺蝶上下来人 肺蝶上下来人 这些人我们眼睛看不见 他们看得见我们 他们会拉着那个人 来到肺中的前面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就有一些交流 慢慢交流过程上就发现 发现好像有点异样 有点异样 然后可能当然了 肺蝶上没有害人自信的 一点害人自信都没有 只是说帮人的程度高一点 低一点 还是对这个人愿意 Agreement 夺记臭解 还是少凉几 基本上呢 拽到那个人 拽到故意中的事业里边那个人 基本上就是那个心肌种子 硬转转过去 心肌种子 为什么 因为心肌种子那些人 心肌种子那些人 不太容易在我们这个地球下生存 但是他又带着任务 所以零百千人都拿他 没办法 不知道怎么才能从地球人沟通上 突然发现枯营中心有这个能力 枯营中心有这个能力 但是枯营中心到了地球上 你直接用眼睛看的话 也是看不见哪个是 哪个不是 那么直接通过零排 那么怎样能提高概念呢 那些非得他下来的那些人 就拽在那个心肌种子 然后会出现在枯营中的前面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反正联系到枯营中心 所以后面枯营中心 要注意一点 肚子注意一点 频繁出现在你眼前呢 很有可能是心肌种子 频繁出现在你眼前呢 很有可能是心肌种子 也有可能呢 这个过程当中突然 因为突然出现 没有异兆 所以会产生一些矛盾之类的 或者一些误解之类的 都不要怕 都不要怕 但对方也不要怕 枯营中心是只是帮人家 帮的时刻 帮了这个又帮那个 帮来帮去的时刻 有的时候人家一定 有点可能觉得 帮了这个度了 帮了那个人走了 或者什么 当然都不怕 放下这些想法 放下这些想法以后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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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出现在枯营中心面前 那些人哪 很有可能就是需要帮助的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心肌种子 很有可能就是心肌种子 对方啊 对方啊 如果自己意识到了以后 不要回避 首先强调枯营中心 没有任何的害人之心 他帮人的时候也比较独特 所以一般人能想到 所以自己留一下 好 再见 再见